顾平生的航班是七点半起飞 来不及吃晚饭就要马上离开 童言找了个借口 没有送顾平生去机场 只帮他把行李拿到电梯门前 不知道为什么 等了很久也不见电梯来 顾平生看了看表 我们走楼梯吧 话才刚说完 就有人推开了楼梯间的木门 看着两个人不无抱怨地说 别等了啊 电梯忽然就坏了 好在只有五层 爬楼梯得了 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 每每下了一层 童言就跺跺脚 让楼下两层的灯都亮起来 前路亮了 后边的灯却是逐层的灭掉 走到他曾经偷偷坐着哭的那几集台阶时 他刻意看了一眼自己用手指甲写下的字 浅浅的痕迹 除非用心看 并不会注意到 两个人走到楼下 童言忽然就把手握成一个小拳头 伸到顾平生的手心里 我记得你第一次来上课 是穿的白衬衫和浅棕色的休闲裤 衬衫袖子是弯起来的 能够看到刺青 特别的好看 我肯定是从那个时候 就爱上你了 乖一些 不要撒娇 我很快就回来了 这次的项目 意外的棘手 顾平生临时给所带的班级调课之后 只来得及回家拿行李 就匆匆赶赴机场 当然 这一切的匆匆辗转中 顾平生还是去了一次医院 老人家这么多年被病痛折磨着 肝移植需要终身抗排 从身体到心里的压力 可想而知 这次顾平生来 老人却是难得的给了一些笑脸 多自嘲兼疼惜他 他们祖孙两个 真算是身体最差的在咱们家里头 老人家看顾平生西装革履 又拿着行李 倒是猜到了他接下来的行程 你这是要出差啊 顾平生把行李箱放到床侧 在椅子上坐下来 临时要去伦敦 大概十天就会回来 祖孙两个似乎都想要说什么 可相对着又都是笑了笑 没有先开口 顾平生没有时间留太久 林行起身忽然就说 上次没机会让你们见到 这次我从伦敦回来之后 会带着颜颜 正式来见你 或许是因为 今天身体状况好 老人家竟然 没有太大的排斥 你那个学生 是今年毕业吗 有没有考虑 合适的工作单位呀 刚结束实习 不过成绩平平 跟我比差太多了 如果想找到 合适的工作 还需要用心一些 你呀你 自负 依旧自负 压根就不知道 什么叫谦虚 这次在伦敦的项目 意外碰到了 曾经的老同学 两个人阵营互不相同 白天在会议室里 寸字寸金地争夺 纵然是老朋友 却因为项目的关系 并没有太多 私底下的应酬 直到真正的 法律谈判结束 才发现 两个人入住的 是同一家酒店 巧遇就发生在 酒店的电梯间 老同学身边的金发美女 给了她一个热情的拥抱 用声色的中文 惊喜地问她 DK 你好吗 现在好吗 非常好 顾平生也用中文答复 示意性地拍了拍 金发美女的后背 两个人的问候 那个老同学 听不太懂 只在两个人 松开对方的时候 笑着说 是老情人见面 自己这个新情人 毫无地位 在不断的玩笑 和调侃中 有人走进电梯 又有人快步而出 直到顾平生 听到两个人 说到孩子之后 有些后知后觉的惊喜 什么时候的事情 去年 去年这个时候 小孩子真是太可爱了 我甚至都想结婚了 如果再有孩子 我们就结婚 顾平生再一次 给了老情人一个拥抱 非常真诚地 祝福了他们 如果可能的话 顾平生很想 立刻就离开伦敦 回到家 去看看自己的 那个小女孩 接连几天 童言都心不在焉地联系着 似乎出了什么问题 十天 一个星期多三天的时间 等到第七天 童言忽然就给沈瑶 打了个电话 喂 瑶瑶 你还在北京吗 我想今天去游乐场 我请你去北京游乐场玩啊 电话那边 声音嘈杂 略显空旷 沈瑶用极大的声音 骂了一句 我去 我说童言无忌 我刚到首都机场 一个小时之后就走了 你是故意的吧 童言坐在沙发里 难得地软下声音来 瑶瑶 你晚一天再走好不好 沈默几秒之后 沈瑶决定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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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地址给我 一个小人以后见 不对 你在家等我吧 我要先把行李放你家 沈瑶站在游乐场外 就开始投入到角色里 认真研究如何合理运用时间 把想要玩的项目都走一遍 甚至还认真的用笔 在地图上画下路线 把重点项目全都圈了出来 童言有些心不在焉 哎呀 我告诉你啊 童言 要不是看似我马上出国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我才不会理你这种无理要求 你真把我当你男朋友啊 我都到机场了 竟然就这么被你叫回来了 哎 是不是出什么天大的事了 童言摁住遮阳帽 大大的帽眼把脸挡去了大半 失恋了 哎呀 女人这种生物最坚强 可是一失恋就是彻底的伤心弄骨 童言慢悠悠地往前走 说得像是我没有失恋过一样 沈瑶想了想 哎 我告诉你啊 你别生气 在顾平生以前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在学校里有男朋友 所以我来之前跟我男人通了个电话 我就是想知道你失恋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好准备对策 说实话 我男人从来没有说过你什么好话 他对你观点实在是偏激 可是单就这一件事 他说你比男人还男人 童言依旧没说话 一滴眼泪没掉 倒是你前男友哭得跟什么似的 童言无忌 你绝对够狠 沈瑶轻松地嘲笑着童言 可是看到童言侧头看自己时 就彻底呆住了 何来得狠心啊 童言目光涣散地看着沈瑶 眼睛明明红了 却没有眼泪掉下 沈瑶从来没见过童言这副样子 傻瓜似的只知道抱住童言 哎呀 你到底什么事啊 是不是顾老师要不行了呀 也不会呀 我上次见他的时候 他还帅得惨绝人寰 气色好得不行呢 沈瑶边说着还不放心地摸童言的眼睛 干干的 真没哭 可是比哭了还要吓人 童言把沈瑶的手甩开 滚 不许你咒他 沈瑶推了推他 真疯了 你想哭就哭你别憋坏了 也就是难过几天 实在不行难过几个月 最多几年 忘了他 你就能找一个比他还要好的 不过也难 凭我月人二十年 我真没见过比顾平生更好的人 真的 童言被他逗笑了 没见过比沈瑶这么劝人呢 我也没有想过再找更好的呀 分手了 总能找到另外一个人 从此和上段感情说再见 和那个爱过的人 老死不相往来 在这座城市 每个角落 每分每秒 都上演着同样的事情 可是童言和顾平生不一样 他想要离开顾平生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的家庭不合适 是因为 家庭的不合适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原因 原本是为了来陪童言 到最后 沈瑶却彻底忘记了初衷 疯狂沉浸在各大高危的游戏里 童言不太敢坐过山车 沈瑶竟是坐了一次 仍然觉得不过瘾 又去排在长长的队尾 准备再来一次魔鬼之旅 童言呢 就买了矿泉水 坐在休息区里 远远地 看着他 还没到暑假 书音底下坐着的 大多是很年轻的家长 带着小孩子 或者就是大学生一样的情侣 童言坐在那儿 背后休息椅上的一对年轻夫妇 在讨论孩子的兴趣班 争执得不亦乐乎 男人主张自由发展 女人却要全能培养 童言看了一眼手机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顾平生 应该醒了 犹豫着 还是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睡醒了吗 刚醒 TK 得到了回应 童言却不知道 该如何继续了 正出神的时候 忽然又进来了短信 我是今晚的航班回京 TK 童言心猛地收紧了 行程的缩短 是顾平生送给自己的意外惊喜 可是童言却没有勇气 面对面地和他谈分手 他右手紧握手机 想了很久 终于问他 你今天 行程紧张吗 谈判顺利结束 严格来说 今天算是休息 TK 休息 休息就好 童言紧盯着手机屏幕 很慢地拼写着接下来的话 有一件事 我想了很久 我不敢面对面地说 用短信 好不好 童言拿着手机 等了很久 顾平生也没有回复 童言有些心慌 慌得手指发抖 过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任何短信 不知道是顾平生没有看到 还是真的猜到了什么 童言到最后实在熬不住了 又追问了一句 看到了吗 这一次 顾平生很快就回了短信 说吧 TK 短短两个字 和一个署名 看不出喜怒 童言觉得胸口有些发胀 慢慢地拼出几个字 却难以为机 抬头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远处沈爻 兴奋地跳进过山车 等待安全扶手扣在身上 开心地没心没肺 平生第一次 真的有些羡慕 甚至是忌妒 童言记得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白相在泰国被视为国宝 只有皇室才可以拥有 曾经有国王赏赐给大臣一头白相 大臣起初是受宠若惊 把白相迎回家精心供养 却渐渐发现 供养这样的宝物 每日耗资巨大 不过十几年的光景 就因此而千金散尽 家道中落了 当时讲这个故事的人 曾经说过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完美的东西 可却忘了 这样的完美 并非人人都能负担得起 就如同故事中的大臣 得到了象征皇室荣耀的宝物 却终究难以承担 童言和顾平生的爱情 不就是这样的吗 童言也固执地相信过 自己值得幸福 但是却忘记去思考 有没有能力去负担这样的感情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富有还是贫穷 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 当初他这么告诉顾平生的时候 满满地自信 以为自己可以努力地承担 顾平生接下来的生活 可如果童言就是那个加重疾病 带来贫穷的人呢 童言继续低头 写完了所有的话 我想分开了 觉得太辛苦 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只知道会比今天更糟 对不起 没坚持到最后 如此的平铺直续 没有多余的废话 童言甚至没有想象 甚至没有印象 自己刚才是怎样拼写出那句话 然后发送出去的 漫长的等待 顾平生始终没有回应 身后年轻的小夫妻 越来越厉害地争吵 却因为不敢让孩子听到声音 刻意压制着 童言听得入了神 可又记不住自己真正听到了什么 过了十几分钟 沈瑶终于从过山车上下来 晃悠悠地走到童言的身边 大呼痛快 哎呀 哎呀 我说童言无尽 像你这样来游乐场 不玩过山车 真的是太遗憾了 童言把矿泉水递给沈瑶 再低头看 才看到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有了一条未读信息 里面的内容非常简短 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想想 提给你 顾平生 一直就没再回来 毕业典礼的时候 童言回到学校 他是前一天到的上海 办了所有的毕业离校手续 当晚住在沈瑶家 第二天才到了学校 班级里二十三个人 十二个职生货宝送到外校读研 余下的五六个 拿到了各自想要的名校offer 沈瑶如愿以偿 真的去了耶鲁 周卿尘倒是没有继续念书 而是拿到新加坡政府的工作 静静意外成了 飞上枝头的小凤凰 开始忙碌地陪他办手续 顺便筹备自己跟随出国的事 毕业是个分岔口 却没有路标 七月之后 每个人都开始沿着自己的路 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立方简安